那事实不退怎么说呢 我们看下面的 我们这一生 这个先来看 先来看 我们这一生如果想要了生死 超越六道轮回 有两条路可以选 第一条路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自己有能力 你能够断获正果 禅宗里面所讲的 铭心见性大书大乌 破无名见法身 打破无始以来的无名烦恼 你的生死自然就了了 但是你想一想 尊敬的随同修大德 你想一想 有可能吗 有可能铭心见性大书大乌吗 禅宗里面的像六祖慧能大乌 像那种根性 六祖慧能大乌上这种上上根的 我们不是上上根的 我们是下下根的 我们有这种可能吗 很难啊 不要说铭心见性 你能够不退转都已经阿弥陀佛了 何况你铭心见性呢 这不容易啊 所以师父有时候看到 这个星期 哪一个人有没有来共修 这个星期 这个人为什么没有来共修 像刚才我问问我们的邱老师 我们的伟农 为什么这两个星期跑去哪里 我没有看到他 哎呦 师父想念他 这个为什么没有看到他 哎 你看 也不容易啊 哎 可能忙了 所以 你说在这个环境真的很多事情 有时候自己做不了主 所以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想要铭心见性大乌大乌 那真的很难 不要说铭心见性 我们来看下面的譬如 下面的那一章 邱老师 譬如佛在大乘经里面 为我们讲得很清楚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在在世当年有讲过了 你要超越六道轮回 最困难的事情 就是在哪里 就是你要断 这个三界八十八品的 建货 你要断尽了 你才能够出离三界 了生死 超越六道轮回 你要断货 建货 失货 种种的 你要断尽了 你才会有 有这样的机会 超越六道轮回 你真的了生死 但是这一条路 真的我们没办法 所以为什么我们修净土的 非常幸运 为什么 为什么 我 我 我